※货帮助人的声音 -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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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帮助人的声音 - 背告这边 - 你们这边说 - 潘克流志军有诡文呢 - 是吗 - 我从别人地方复制粘贴的 - 先回答我 - 这个文字是我复制粘贴的 - 你复制粘贴的 - 这东西你也得有 - 乐器 不是说你复制粘贴 你就把整体推给别人 明白吗 也有一个判断力 是不是 这个东西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我知道 那你不转别的东西 你就复制粘贴他的东西 为什么呀 但是因为 两个粉丝撕逼 然后就复制粘贴 来回应盐利粉丝了 直接回答我问题心情 什么问题 你问题都不听我的 这个刘志军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一个人民 和盐利全国体制的人民 我知道是刘志军是个人民 原告这一边 这杨幣跟刘志军是有关系吗 我们没有什么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传过绯闻 有 开始有红楼梦的时候 发生不正在关系了 不是网络团员 原告 我们不用回这个 这个问题不是事实情况 空学来方部 从哪里传出来的 传过绯闻是吗 才没有传过绯闻 我不知道他所说 这个绯闻是指什么 就是但他只是提了说 有这个事情 没有 我们这边肯定没有 这种什么不正在关系 你不认可整容过是吗 整容 杨广 我现在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提到这个吧 我们这边主要是 就是他说突击 我们这个突击曲 突击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词是个别人索性的词 突击 不整容 有人不主张是吧 嗯 贝刚是什么时候提交的 前天提交了一份 昨天晚上也提交了一份 为什么你到昨天才教 交代你们的事情 你得提前完成 我法官得看 对方也得看 昨天我对法律医师太淡薄了 你发帖子的时候是淡薄 诉讼了还说是淡薄 你每次淡薄 你不长进有什么用啊 确实确实意识到错误了 有吗贝刚 有 是这样的 拆刀主要是指杨幣对于刘诗诗 和那个唐妍演戏的时候 去抢一些角色 杨幣这身上的唐妍是中国的好闺蜜 意思是抢了唐妍跟刘诗诗的 那个角色是吗 对 并且结婚不请他们 结婚不请他们是吗 对 杨幣这边说一下 关于这个什么水军营销 杨幣女士的粉丝 或者是用户自发的行为 证据二 是杨幣在节目上面 在组织节目上面 自己听过出来 是有自己诈戏这个情况 杨幣你这边主张 说他那个 说他诈戏这个东西了 是吗 就诈戏这个东西 懂吗 我诈戏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诈戏这个没有是吗 我那边里面没有写 他说什么诈戏 我没有提这个呀 杨幣打脸公布离婚 公房卖人设 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这边说打脸公布 是什么意思呀 你能到这里一直以 婚姻生活幸福等 这些作为他的商业人 设计购买 但是之后又立刻宣布了离婚 他以前一贯的公共情像 和事实是不一体的 但不要说打脸公布 我更不要说 方黄卖人设 这边卖不卖人设 没有什么官司 我是觉得公众人物 你这有一些事实 或者有些行为出来了 你不能说我老百姓 我就什么都不能说 明白吗 但是呢 这个说是要有信 是有编辑的 我来评价这个东西 明白吗 也要一股脑 我觉得什么都是 我觉得什么话都不能说了 你自己把它捋清楚 他在公布离婚 是不是之前他不承认离婚 我们后面又突然说又离婚 这种事有没有存在 这个涉嫌脱税漏税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 有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调查 关于脱税漏税的调查 这个我不清楚 我不是很清楚 我可以去核实一下 我可以核实一下 好的 那核实吧 不是 我现在在 这时候没法 因为得联系他们 相关的公布人员 你主张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肯定认定是虚假 脱税漏税 你就是被有关怀疑 我就是调查 这个东西 我不觉得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这么问的 可能你们没去了解 你现在说你完全不清楚 你要不然跟他们那个公司的人 好好问问 这个我现在提上 没法给您核实 我得停下之后再给他们打电话 核实有没有能来 下班之前给我答复 下班 下班 下班